是偷走了还是 偷走了外边这个偷走了 以前那里边开放吗 从来没开放过 我现在呢在北京十三陵的司陵 这里安葬的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崇祯皇帝 明司陵是十三陵里最小的陵 崇祯皇帝在位期间 并没有给自己修建皇陵 他死后是被葬到田贵妃的陵墓里 崇祯十七年的1644年 沙尘暴袭击北京城 据史料记载 飞沙咫尺不见日无光 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还有人说将要有暴兵破城之灾 没有几日呢 凤阳的祖陵也发生了地震 这使人们更加的恐慌不安 1644年3月18日 农民军对北京城发起了总攻 外城一夜之间都被攻破 19日李自成率军 从承天门进入北京城 此刻的崇祯帝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身边只有新副太监王承恩 崇祯帝登上景山 看到北京城满目风火 只能任命 随后返回皇宫 安排善后事宜 而后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 二次登上眉山 在寿皇亭旁上吊自杀 十年三十五岁 李自成攻入皇城 却没有找到崇祯 第二天有人发现崇祯已经 自意身亡 李自成命人用两扇门板 将地后尸体停在东华门侧 地后的官国在东华门连停数日 而明朝的官员呢 却不敢去看 只有湘承伯李国珍前去枯灵 当时李自成劝李国珍投降 李国珍向李自成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不能发觉破坏明代帝王的临寝 二是要用天子礼殡葬崇祯皇帝 第三是不能加害太子和二王 李自成一一答应 由于崇祯帝生前没有遇见皇陵 于是呢 李自成只好将崇祯帝 及皇后葬在了田贵妃的墓中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 为了收买人心 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清廷效力 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墓 命名为司令 明司令没有金碧辉煌的殿雨楼台 只有古陵残碑松涛阵 明镇不页